你覺得你的練習沒有效果 常常像是在原地打轉嗎? 今天就來跟你們分享 做對這七件事情可以讓你們的練習更有效率 嗨大家好,我是人間貓 歡迎來到Nickelmau Foods 頻道 在我的教學經驗還有學習歷程上 我發現當練習沒有效果 通常都是以下就是原因 大部分是目標太多 或者是沒有目標 這兩件看起來好像截然不同的事情 但其實是一樣的 就表示你的練習是沒有方向 是沒有章法的 如果你沒有方向 那你要怎麼到達你要的目標呢? 再來就是 每次都先從你已經會的開始練習 或者是你太急於想要看到成果 不願意花時間去練習 我就曾經有看到有人在 社團問 我想要成為一個很厲害的演奏家 可是我又沒有時間練習 我要怎麼樣變得更厲害呢? 這基本上是不可能的 或者是呢 覺得練習枯燥乏味 不願意練習一些基本功的東西 所有的你現在看到的這些演奏家呢 他們之所以可以演奏得這麼好 就是因為他們其實是有非常多的基本功 一層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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疊上去的 那這基本功其實是很多面向的 不僅僅只是你知道的這些演奏技巧 甚至是有些觀念也都算是基本功的一部分 那還有一種人呢 是練習的時候就猛力的練習 埋頭苦練 像這樣的呢 也很容易會進入沒有效率的練習 像我以前就是這樣 每天花好幾個小時在埋頭苦練 但是我的練習一樣 就像我一開始講的 是沒有章法 是沒有方向的 當你太過於用力練習 或是太過於批判自己的時候 那你就看不到 你真正需要改進的地方是什麼 有時候只是你需要放鬆一點 那還有一個很大的原因呢 你的練習會沒有效率呢 就是因為你不願意唱 唱在音樂裡面是很重要的 如果你之前有看過我有一集的內容是 開始創造你的旋律裡頭呢 我就有講 其實那一集裡面呢 主軸就是唱 如果你想要知道 為什麼唱這件事這麼重要 歡迎去看我那一集的內容 好那我接下來呢 就來講講呢 那到底要怎麼樣做 才可以讓練習更有效率呢 好第一點呢 就是少量但有效的練習 當你覺得呢 哇我永遠都吹不完 我好多東西要練的時候 你會迷失在其中 那其實呢 事情呢 要能夠成功呢 最重要的一點就在於 你必須要專注 但是專注並不代表呢 你就是整個頭就埋進去了 而是你要非常清楚你的目標在哪裡 看到你的目標 然後用一個很像 第二人人稱的視角看著自己 看著自己呢 想那我要達成這目標的話 我得做些什麼 當你這樣做的時候呢 你才能夠知道呢 你都現在問題在哪 然後怎麼樣去改進它 所以狂練是沒有用的 先從呢 能夠解決的地方開始 一次解決一個問題 然後等到熟練了呢 再進行下一個步驟 我現在來示範一下呢 我會怎麼樣去練習 我卡住的句子 好那像這個句子裡面呢 有比較多的音呢 可能是我手指比較不熟悉的 好那我就先亂過一次 好亂過一次之後就會發現 欸有些地方不順 好那至少你就得停下來 停下來去看呢 是哪一個音跟哪一個音之間卡住了 好那就把這個東西挑出來 那你要去看呢 你這個地方卡住呢 它是因為你的手指 還是因為其他的原因 好那我在這個地方呢 是因為手指卡住了 好那我就會慢練這個部分 好重點呢是在於呢 當你慢練的時候呢 你才可以真的非常的清楚的知道 到底是哪一些地方的連結出了問題 好那記得呢 在慢練的時候呢 不是只是你的動作要慢下來 而是呢你要試著呢 在這個慢的過程當中去看 要怎麼連接所有的東西 包含你這個氣呢 是怎麼從這個音啊 到下一個音 然後你的氣的位子 要怎麼樣去改變 嘴型要怎麼樣 口腔裡面的大小要怎麼樣去應對 身體的重心 等等等等的 在你這個慢的這個過程 一一的去演練它 你先試想當你在慢的時候 很多東西都不順 你還有辦法在速度這麼快的時候 即時的去反應 即時的去應對嗎 其實是不能的 所以慢練是最重要的一件事情 但慢練的重點 就在於你所有的東西 都要是連接好的 那練習其實通常都不困難 重點是你要知道方法 還有你願不願意投資心力 好那第二點呢 就是正視你卡住的地方 每一次練習呢 都直接從你原本卡住的地方 挑出來練 所以再譜上去 把你不順的地方圈起來 是非常重要的 這樣當你下次練習的時候 你就會知道 喔我要從哪一個地方開始練習 就像我剛剛最前面講的 你要知道你的目標在哪 你才有辦法往那邊前進 所以你在練習的時候 頭腦要非常的清楚 就是我現在練到哪了 哪裡卡住了 哪裡又有問題了 這些地方都要被標註出來 你才會知道 喔我究竟在做一些什麼事情 第三就是持續的做下去 之前呢 我在我的粉專呢 PO了一篇貼文 是在講你的習慣養成 其實是需要21天的時間 不知道你有沒有觀察過你自己的習慣呢 你可以試著呢 下定決心要做一件事情 然後你就開始記錄 你會發現呢 通常呢 到兩個禮拜 你就會覺得這件事很久 我自己本身呢 大概是八九天左右 那這時候你就得提醒你自己 持續下去 在這個觀察當中呢 你就會發現自己的罩門在哪 然後適時的提醒自己 要堅持下去 因為一個種子種下去呢 你要有耐心 而且心平氣和的等它發芽 因為如果你急於希望它趕快長大 你可能會在這時候做一些不恰當的行為 譬如說施肥等等的 或是把它挖出來看 這時候通常都不會有太好的結果 第四點呢 是保持你的熱忱 還有你的創意 當你覺得呢 你的練習哭叫乏味的時候 你可以試著 用不同角度問自己 OK好 這裡卡住了 那我還能怎麼做呢 通常當你這樣一問的時候呢 你總是會想到方法去克服的 不要太小看你自己 其實很多靈感都是在於 我們願不願意去想到解決的方法而已 雖然你現在正在學習 但不代表你沒有判斷力 你可以藉由這樣子的反問呢 去讓自己思考一下 還有怎麼樣的練習方法 或者去想想呢 除了這個 長笛這個旋律樂器的身份之外呢 你還可以從怎麼樣的角度去練習呢 像我自己呢 就很常會去踩譜節奏組的東西 或者是練習一些和弦的東西 因為這都是我們長笛這個旋律樂器 很容易去忽略的地方 像譬如說去踩Bass Line啊 或者是試著呢 把一首歌你很喜歡的節奏把它打出來 然後試著呢去聽聽看 這個節奏裡面有多少不同音高的聲響 當你開始覺得練習 自己枯燥乏味了 請相信自己 你的練習就真的是讓你自己枯燥乏味了 然後連帶著呢 連你的音樂也會變成這個樣子 所以知道了就去察覺 然後去做出改變 試著換一個方式去思考 停止這個惡性循環 第五點 從基本練習裡面去挖出寶藏 長笛這個樂器的教本呢 其實非常的豐富 各種練習曲啊 基本練習啊 其實都是很多過往呢 很優秀的長笛演奏家 長笛大師 還有教育家呢 他們所留下來的東西 現在呢 甚至我去翻閱一些教本呢 我都會發現裡面真的有非常非常多豐富的寶藏 這些教本呢 也都是很多後來新生代的長笛演奏家會練習的曲目 這不是沒有原因的 是因為其實這些教本呢 是非常的有系統被編註出來的 但呢 不表示呢 你所有的東西都一定要練過 因為所有的東西都是相通的 所以只要呢 從其中一本呢 好好的去練習 不要過度的要求完美 但要去注意呢 所有你該注意的事情 然後投注心力去練習 你就會發現呢 你是有成果的 那這些練習曲呢 它可以幫你累積非常多的東西 包含你的基本技巧 身體的記憶 那身體的記憶呢 它就會影響到 你在面對新的曲子的反應能力 因為這些大的曲子裡面呢 它都是從這些音階啦 音層啦 還有和弦啦等等的這些東西去組合而成的 所以當你的這些基本練習做得越完善的時候你就會發現 當你在面對新曲子的時候 你會很容易就上手 所以去理出呢 你要練習的內容是很重要的 這個之後我們會有一集呢 來講這個內容 第六點 先處理好身心 再演奏 以前我一段時間非常非常的不開心 連帶我彈鋼琴的時候我也都不開心 然後有一次呢 我 鋼琴老師在我上課的時候就 叫我停下來 然後他問我 你最近是不是有什麼事情 就是讓你非常在意啊 你看起來很不開心 你要不要聊聊 然後當我把我心裡面的話呢 跟他講完之後呢 我發現我彈的東西也完全不一樣了 所以你們要知道 音樂可以承載的東西是很多的 它跟你的連結是非常深的 那另外呢 是當你去帶著情緒去練習的時候 你的身體也比較容易是在一個緊繃的狀態 那這樣長期下來是很容易受傷的 導致你的練習就沒有效率了 好 第七點 最後一點 也是我覺得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 就是 唱 唱 唱 其實對很多學音樂的人來講 要他們唱歌很像要他們的命 因為呢 其實 我在學音樂的人呢 就表示呢 會比一般的人呢 更常去聆聽很多的音樂 所以其實對我們自己來講呢 我們已經很知道呢 怎麼樣是高水準好聽的聲音 所以要我們自己去唱 出不是我們想要的那個聲音的時候 是會覺得很不舒服的 不過你必須在練習的時候放下你的自尊 因為音樂是很連結身體的 尤其長笛是個很大量運用到氣的樂器 所以當你在練習的時候把旋律唱出來的同時 你也在演練一次就是當你吹的時候你的適當的呼吸點在哪裡 那就是為什麼很多長笛的演奏者他們很容易會有呼吸的問題 就是他們其實沒有做到去唱這件事 那再來呢是你可以藉由唱的這件事情呢 將音樂還有你的身體徹底的連結起來 其實我在教學的過程當中包含我自己本身也是這樣 我發現呢當我呢腦袋中有辦法聽到的聲音 我才有辦法演奏出來 所以才會同一個樂劇不同的人演奏出來就是不一樣 原因就在這裡 所以當你每一次每一次的去唱 你就有辦法去檢視說 啊我這裡還想要來一點什麼 所以唱的這件事情呢 可以幫助你去清楚的聽到 你想要演奏出來的音樂 究竟長什麼樣子 然後因為你徹底的聽到 清楚的聽到了 然後再藉由腦袋再發出訊號 讓你身體去達到你想要的這個聲音 所以如果當你還聽不到你自己想要的音樂是什麼的時候 你就沒有辦法演奏出來 所以唱是很重要的一件事情 以上七點呢幫助我 還有我的學生非常的多 希望也對你們有所幫助 好啦今天的內容就到這裡了 如果你希望有人跟你聊聊 陪你找出你練習的徵集點在哪的話 歡迎加入我的線上教練課程 那你喜歡這一支影片的話 歡迎分享給你所有的朋友們 為我的影片按讚訂閱我的頻道 或是實際行動支持我 donate我的頻道 或是購買樂譜 好啦那就這樣啦 下次見 掰掰